这个碗莲它的藕活性高 再加上晒了一天的太阳 它一天就长出这个叶子来了 继续来种花 这一次要种的就是这个碗莲 碗莲开的花和荷花非常的像 但是荷花的株形非常的大 而且对光照的需求非常的高 不适合在家里种 而这个碗莲就不一样 它只要用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碗就能种开花 而且对光照的要求也不是那么的高 所以非常适合在家里养 我买的这个藕已经到了 现在来拆开看一下怎么样 快快快快出来 看到没就这么大一个 现在就去给它挑一个盆 我买的是这种微型碗莲 所以最好用这种阔口的盆来种 最好是这个高度在5厘米以上 然后这个口径在10厘米以上 像我的这一个盆的话 这个高度在8厘米左右 口径在18.5左右 用这样的盆来种的话 不仅更漂亮 而且更利于它生长 现在就去种 种碗莲最好用这个糖泥来种 我就用这种和糖泥 现在就去把它调好 正好昨天种这个碎莲 还留下了一点泥 可以直接用 想买这个泥的花友 可以微信搜一搜 立下原意就可以找到 先调五包 应该差不多 然后再把这个表面 这个脏的给它弄掉 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就拿去种 种碗莲有一点要特别注意 就是它的这个芽不是朝上的 而是朝下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它到时候 这个叶子会从这个芽 这个地方冒出来 然后它又会继续往前面 长出一个金干来 又会冒出一个芽来 所以最好是沿着这个边 这样贴着 到时候的话 这个叶子就这样 再这样这样这样 转出一圈来 当然你这样种也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会更乱 然后长出来的叶子 可能也就会更少 现在这个盆底加点底肥 因为这个碗莲 它非常的小 所以这个底肥 只要加几粒就可以 再把这个肥盖 再把这个肥盖放进去 继续这样 你加这么高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再给它加水 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冷 这个水位我就不会加的太高 这样就可以让这个土温 会更高一点 就会更利于它生长 如果是夏天的话 那么就要让这个水位高一点 所以会太热 水深大概一两厘米左右就可以 这样就种好了 然后把它摆在这个温暖 光照充足的地方养就可以 所以这个温度最好在20摄氏度以上 如果温度太低的话 它的这个芽就很难长出来 时间久了就会烂掉 所以的话温度如果不合适 就不要种 尤其是这个北方地区 一定要等这个温度回升 比如说这个四月中型以后再种会比较好 这个晚年种下去一个月了 都没有长出芽来 我就把它挖出来一看 发现它的这一个藕都黑掉了 而且闻起来还有一种臭臭的味道 可能是已经长不出这个芽来了 可能是因为它发出来 发过来的这一个种藕 它的这个活性不够 所以我又叫商家补了一个 大家看这个藕的活性就非常的好 首先它是有两个这个芽的 而且有一个芽都已经快要长出这个叶子来了 现在就把它种下去 还是像之前那样把它种下去 长头鹿尾 这样就种好了 应该很快它就会长出叶子来